谈一谈这个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一题 薄熙来 薄熙来这个倒台之后 到目前也有一段时间了 好像是不是超过十年的时间 在秦城监狱十年时间 但是这个他跟习近平同样是太子党 不过他好像目前传出来了消息 媒体上有一些部分披露 他在秦城监狱的过得还不错 还可以 甚至到底他有没有在跟周永康 他们有碰面的机会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那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消息 薄熙来最近在秦城监狱 到底是不是过得还可以 习近平又怎么样看待 他这位同样同为太子党的哥们 我觉得其实呢 我不认为习近平会宽恕 或者饶薄熙来 因为本来给薄熙来罪名啊 就跟他实际上都也不一样 他最大的罪名其实就是谋逆 特别是周永康啊 薄熙来做什么 但是大概薄熙来下面有些动作 让习近平感到难以接受 所以呢我不认为会宽恕他 但是呢 中共呢关于高级干部呀 特别像薄熙来这个级别干部 和干部子弟是有一些规矩的 我也不认为 就是说这些规矩给习近平一些 给薄熙来一些特殊 但也就说明习近平要宽恕他 秦城监狱本来就是在 政厅级以上的干部 政部级上的干部 他是分成不同等级的 副国和政国级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秦城还没有这个级别的干部 在里面应该有 将军他们应该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待遇啊 就是说我没有问的 因为我跟那些秦城的一些看守 聊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没不一样 就当时我记得那个谁呀 那个陈小平在写秦城回忆 他写过一个饭盒子 三个盒子的 四个盒子 三个盒子 他也是有一婚一素 还有一个汤 那么有时候还有一个主食 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这个 根据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你的待遇 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把我给当成高级杠了 就反正是 那你有三个盒子的话 你觉得薄熙来几个盒子 你有三个盒子 那薄熙来几个盒子 本来他就是有一个待遇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听说的待遇 你以为好像 他应该受虐待 但他没有受虐待 那不是说 他应该受虐待 那个标准在那 你想更改这个标准 要走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 所以我不认为 习近平会愿意走这个程序 当然让我比较吃惊 就是说 薄熙来当时在受审的时候 穿着 据说穿戴还是名牌 因为我对名牌没研究 他们说穿戴 还是有品牌的一些衣服和鞋子 等等这些 这让我看见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秦城监狱呢 在那个地方 实际上还是穿的 一般都是武警的服装 我当然可能让他出来 受审时候 为了这个国际影响 或者为了这个 一些什么影响上的考虑 可能让他穿了 自己特殊服装 但是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呢 这些所有人穿的 都是武警的服装 荣衣啊等等这些 听说在这个秦城监 还有一个蔡云 还有一个蔡云 这是规定好的待遇 我在第二间监狱的时候呢 我在二间的时候 二间当时是这个 亚洲号称最好的硬设施 亚洲最好的 他们就有一些很大的房间 他们说就准备给这个 副部以上的 大概有100来比 90到100平米吧 中间还有电话呢 说因为当时 中国在建立法治的时候 初步本来想进行文明监狱 后来这些地方都作为这个 这些劳改犯呢 进行生产劳动的车间了 给它改造成 所以说中国呢 开始是有些特殊的 给一些特殊的 有特殊待遇的 那如果说 在监狱里面 审理不好了 有没有什么保外就义 这种 对 其实江青吧 江青曾经那是真的有仇的 薄熙来呢 在高干中间 比如在最高层领导中 他威力有那么大仇 大家对他可能印象很快 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呀 一些企业家 对他的仇比较大一点 那这些人就没什么权力 决定他的待遇和命运 那么薄熙来这个人呢 就是你可以看 如果我们比照一下 就是其他像江青这些人 他们呢 真是当时的 就是决定中国命运人 跟他们有死仇 但是最后还是保外就义 而且在监狱 他们也有不错的待遇 对吧 江青后来保外就义 但后来发生 外面政治比较动荡 就把他收回收押入监 文静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薄熙来 像这个薄熙来监狱 那个待遇 刚一听军刀的这个待遇 比我们这个强了太多 我们那个时候 都是吃大锅饭 当然那个秦城的饭 已经是炒菜了 我也大锅 只是有那个 有几个饭盒 有灰有水 有几个饭盒 我们就是 我们就人家递了个桶 还是跟 跟那个 在看守所的时候 在昌平看守所是一样的 他递了个桶来 然后呢 给你打到你的那个饭碗里头 是一样的 但是是炒的菜 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在看守所里的 那个菜 纯粹都是 就是大锅煮的嘛 而且那个那个底下 都是真的是沙子 但是这个待遇 不一样啊 但是我想啊 这个 待遇如何 最重要的 还是失去自由啊 最难受的是 失去自由 对 所以我想呢 薄熙来呢 可能也是 他应该不管 给他什么样的待遇 他失去自由 这个呢 是他的性质 这一点呢 我想呢 是他绝对不会 得到自由 如果是习近平在 为什么 因为薄熙来 如果出去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人 会来拥戴他 因为像现在大家呢 应该说全 中国呢 现在大家呢 把很多的 问题的 节点 都放在了 习近平身上 对吧 很多的包括习近平的 这个反对力量 大家也希望解决掉习近平 那这时候就可能会 对习近平就产生了一个 很强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习近平呢 说对 对这个 薄熙来好一点 或者是呢 把他的一些消息呢 放出来 我想呢 无非 想呢 如果是他受益的 或者是 那个 他至少不反对的 那 就是想着像现在的 这个红二代的 这个示好 来挽回一些 所谓的人心 因为在过去的 这个 他执政的 这个十一年当中 红二代的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就是在政治上 所以呢 现在呢 应该说呢 大家呢 他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些一个一个的举动 然后把他 执政的 所谓共产党执政的 核心的 根本的这个 这个团队 再从今组建起来 我想呢 没准有这个哈 另外一个呢 他完全可以把薄熙来 处置薄熙来 的这个事件 这个 完全算到 这个温家宝的头上 完全算到 胡温的头上 也未必不可以 他这样掌握那么多的 这个 这个 掌握所有的 这个宣传工具吧 所以我想呢 这个呢 是 可能是一个考量 但是 核心是 就是刚才说的 不管怎么改善 他的待遇 最终 他失去的是自由 他这一点 是他最要 最要 就像那个时候 我曾经 这个 释放了以后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当 当那个 我当时在 北下关嘛 就是 西志门外 那个 那个 当地的 这个 居委会嘛 后来呢 我们那个 居委 居委会的 那个大爷 号称看着我长大的 然后呢 就追我 骑自行车来追我 后来我说 为什么要追我 他说呢 这两天要举行 那个 屈人大代表选举 屈人大代表选举 说那个 上面专门说 说一定要通知到你 怕你到时候又说呢 剥夺你的政治权利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 任伯伯 我不要这个 被选 我不要选举权 我要被选举权 你给吗 后来 老头就走了 我想 我想那个 薄熙来也是 你即使现在 你敢把他说软禁 软禁回家 从秦城放出来 他也不会有自由 他要的是什么 他不要别的东西 他要他重新 把他的政治上的东西 都翻回来 他要参政 对 他要参政 他要议政 他还要决断 所以 这个谁 这个 这个习近平敢给吗 给了就 没他了 所以我想 到那时候 刘元 没准就不二哥 去找他不二哥了 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 习近平就必须要把他关在 关在笼子里 这是最重要 关一辈子 对 如果他能活的 军刀还有没有 补充 我军刀 我不太 这个同意 恒情说的要跟 红二代和解 我不认为 习近平要这么做 这个事 特别是 他在 更不应该在 薄熙来地位上去表示 他应该把那些 就被他打残 打废的 已经打投降的人 这样毛泽东在 每次政治运动之后 冲击完之后 他要落实 我们的地震了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 我得赶紧走 你从从从台湾那边 不知道地震了 我得赶紧出去了 哎呦 好了 我们在这个这个 我不晓得这个地震 是不是因为受 台湾太平洋 板块运动影响 恒情你那里有吗 你在华盛顿有吗 我这没有 我这没有 奇怪这个 这个军刀那边 不然你有地震的 你赶紧先出去吧 好了 就这样子 这个刚才 刚才这个和平 先被你震出去了 现在军刀也被你震出去了 哈哈哈哈 太你震出去了 哎呀 全部都被震出去了 全部都被震出去了 OK 我们今天谈到薄熙来 最后一题谈到薄熙来的 这个狱中的待遇的问题 是不是习近平要跟红二代 伺候 这个军刀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他现在被震被地震 这个震怕了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也必须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再次谢谢和平 谢谢王军刀 谢谢李恒青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对我们的这个关心跟观赏我们节目 这个台湾的地震 我想震到美国来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暂时先告一段落 OK我们下次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今天中国研究院就到此告一段落 OK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感谢您收看明镜店 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利用视频下方的 感谢您的观众